好不容易能出来放风 民众身穿比基尼 手拿浮板准备下水池玩水 一旁还有民众已经在水里游泳 画面相当消暑 这里是基隆和平岛公园 最受欢迎的蓝海水池 原本有九孔海水池 紧邻岸边海域与海水相通 在封闭三个月后 随着国内疫情降温 13号有条件重新开放 每天开放5T次 每T次上线100人 才线上10名制预约 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 带着泳具泳衣到现场玩水 因为一整场其实也才100个 所以我们就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现场有人没有来 或者是当天的报名场次 人数比较少的话 我们才会把线上的名额 释出给现场 公园有位泳客准备夹链袋 可以装口罩 民众上岸必须立刻戴上口罩 为了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范 只开放更衣间 民喻间不开放使用 不过户外淋浴设施 还是有少数开放 宠物暂时还是不开放下水